还是让我来吃 太好吃了 我觉得蛮整齐的大餐 自己吃餐吧 快点来吧 一起来吧 来来来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提到石油季 又到周末啦 我是Gloria 我是豆豆 大家好 我们又出来吃好吃的了 好开心 今天是不是这一家你要带我来的 对呀 又是一家韩式餐厅 豆豆 我们点东西都来了 我们一道一道试一下吧 对呀 好多好吃的 我控制掉了 别等了 先尝这个 对对对 来 好像每一家餐厅都有海鲜饼 去吃看有什么不同 我感觉这家店的海鲜饼 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 它的葱很多 是感觉你全部是在吃葱的感觉 所以它的面不多 全是葱 对 很香 嗯 鱿鱼很多 这我觉得更像海鲜葱 它里面饼不多 对 饼的很亮 面粉很少 嗯 全是菜 对 所以不喜欢吃炭水的小伙伴爷 仍然可以吃这个pancake 好了 我最期待的这一道 它里面也有虾也有蟹 所以不管了 就是韩国酱虾酱蟹 豆豆 可以上手套了 这真的很像韩剧里面 你知道吧 我想这道菜已经想了几年了 从来没有吃到过 今天总算给我找到了 今天让你达成愿望 对对对 偏甜一口吧 嗯 哇 真难 我看韩剧里面是这样把它挤出来 挤出来 这个肉要挤出来 是吧 是这样 哦 这个肉是可以挤出来的 然后要放到米饭上 哇 好好吃 嗯 面上全都是黄 哦 太好吃了 这个味道难以言喻 它那个黄就特别 特别绵软 嗯 真的是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可以停了吧 我们换辣的吃了 停不下来 那我们来尝这个辣的了 来 上手吧 哇你看你看 两种风味 嗯 但都很香很鲜 嗯 这个是甜辣口味 这个是咸香口味 嗯 很好 这个虾也太好吃了 要好吃吗 这个肉 怎么形容啊 很肥美 就是像吃那个刺身的感觉 对对对对 它那个口感 很肥美 嗯 这个我感觉 这个一定要东西新鲜 不新鲜的话真的 不能这样子吃 对对 嗯 太好吃了 哦好开心哦 我吃那个虾比那个蟹还过瘾 因为肉 肉质更加Q彩 嗯 很厚实的肉 就像吃一大口刺身 吃在嘴里面 然后 你也不用蘸酱汁 本来都已经腌过了 嗯 味感 这个味道还有口感 都超级棒 太过瘾了 非常好吃 哦 哇 我来试试看 有一点点酸 嗯 是那个泡菜的酸萝卜糖 嗯 泡在里面的 所以我觉得很清爽啊 吃起来 然后配的那个冰块 冰冰凉凉的 很适合夏天 很适合夏天 对对对 吃上去很爽的感觉 还有鸡蛋和牛肉 可以在里面 黄瓜 我这个看起来很红 但它其实没有很辣 它这面很好 很好入口很滑 哦 它是跟这个 牛仔骨配的 牛仔骨一起 配起来吃的 哦 牛仔骨超级嫩的 是不是牛仔骨和那个 面是绝配啊 我看每次汤包都是配牛仔骨的 对啊 嗯 这个面我是很喜欢 你喜欢面 还喜欢蟹啊 蟹 是我的最爱 牛尾 我的是牛尾汤 我的是猪骨 我们来试试 哇 好大的一份 我每次喝牛尾汤 觉得好苦啊 奶香奶香的 就是这种高汤的味道 里面还有加红枣 哇 好浓的肉香味道 它的猪肉已经炖得很烂了 你看我手 我调骨随便一挖 你看肉都是脱骨的 嗯 也是炖得非常 酥辣 也是马上就脱骨了 吃了很多蟹 我再喝点这个汤很舒服 嗯 还有一份这个血肠和内脏的品牌 哇塞 血肠也是韩剧里面 我觉得经常看到的 嗯 街边特色小吃 对 反正女主每次升起 要吃 嗯 还不错 软软装弄的 为什么叫它血肠 是应该用那个 紫米炫糯米做的吗 还是里面加了猪血的 应该是有猪血加上 OK 加上鸡 我觉得酱好特别 没有虾米 嗯 真的是猪卤吧 嗯 这个卤得非常烂 猪肝 猪蛇 猪毒 猪血肠 嗯 几个菜 小拼盘 这味甜菜很好 怎么样 吃得怎么样 饱不饱 吃得太开心了 这家东西真的很正宗 而且很丰富 还有一点 他们家的菜单也蛮有特色的 韩语和中文配对的 你看不懂韩语 没关系 这里都有中文解释 嗯 还有就是 色孔的人可以自己自煮点菜买单 吃完或者打包走路 很方便 嗯 那我们今天你要强调推荐给大家是哪一道菜呢 当然是那个 酱虾和下香蟹 对啊 我也是喜欢 太好吃了 我也喜欢这个 就是非常惊艳的好吃 因为在这里 又嫩又鲜 很少能吃到 如果好这一口的朋友一定要来试一试 真的吃一口就停不下来 好吧 这次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带大家去吃好吃的哦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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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